《优优独播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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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琪琪 您来去看看啊 您好 您是 您是张雨莲的女儿吗 对 女儿 哇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这手能上这么大了 没事 可能就是这两天工作太累了吧 想想你不用担心了 虽然被婉言拒绝 但张雨莲 还是决定去城里 照顾女儿 女儿小时候一生病 她就回报鸡汤给女儿喝 这次 她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 妈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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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我来吧 没事我来 你拿筷子是吧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来 慢点啊 嗯 妈妈 这小姐还没死呢 雨莲莲 哎呦妈 那我来 哎呦 妈给你一块吃啊 你一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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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顿饭 你很硬 菜很咸 来来来来 难得的团聚 妈妈 她却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女儿一再挽留 但她 还是执意离开 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 半个月后 养好身体回家探亲 妈 妈 才发现了 母亲的秘密 妈 女儿 张雨莲 六十三岁 一只眼睛换白那张 接近十米 妈 女儿 妈 也严重老化 但些花钱 一直瞒着孩子 为了女儿 她第一次一个人走出大山 她可能看不清路 但她清楚地知道 女儿 就在路的那一套 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要翻过两座山头 踏过一条小河 走二十八公里的山路 要转三次车 到约四个山 坐三十六个小时的长途骑车 她 对这个城市 一无所知 除了知道女儿的名字 一切都是为了 给女儿 做顿饭 每一个母亲 都像张雨玲一样 对自己吝啬 但对孩子 可以亲近所有 世界上 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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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